今年4月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的客户每月账单上将自动出现86美元的退款 南加天然气公司的客户将获得73美元的退款 到10月份南加爱迪生的客户将看到账单在减少86美元 南加居民若使用这两家公共事业公司服务 将总共可获得245美元的退款 Southwest Gas的客户下个月将获得75美元的退款 而San Diego Gas Electric客户的账单将在秋季前减少215美元 不同的公用事业公司客户获得的退款不同 但平均而言 大多数人将在4月份的综合水电费账单上获得146美元的退款 今年加州各地的投资者拥有的公用事业公司的客户 也得到了类似的补贴 其中超过16亿美元返还给了电力客户 10亿美元返还给了天然气客户 1.6亿美元返还给了小企业 这些补贴被称为气候退款 为帮助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持空气清洁 加州在10年前推出了这一开创性的总量管制与交易计划 该政策要求大型企业购买碳排放许可 并将费用返还给公用事业公司的客户 4月1日 德国大麻法案正式生效 这意味着娱乐性大麻的合法化 根据新法案 德国成年人可以合法持有最多25克 供个人使用的大麻 并可带进部分公共场所 但不允许在学校 幼儿园 公共游乐园和体育设施附近吸食大麻 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 市中心的步行区也禁止吸食大麻 同时成年人可在家中最多存放50克大麻 种植最多三株大麻植物 非商业性的大麻俱乐部将于今年7月1日合法开放 最多可为500名成年会员供应大麻 会员每人每天最多可购买25克 每月最多可买50克 21岁以下的成年人每月最多可买30克 该法案依然禁止未成年吸食大麻 德国警察工会的亚历山大波茨抱怨称 此举会助长黑市 需求会很快超过合法供应 执法工作只会更艰巨 医生组织也表达了对年轻人健康的担忧 德国民众批评新法案允许合法持有的大麻数量过多 学校和幼儿园周围的禁区设置不足 让年轻人物以为大麻无害 转向更劣性毒品的风险大大增加 近期北京富力广场中国黄金北京概念店违规托管 导致价值数千万元黄金消失的事件引发关注 多名消费者爆料称 该店因为突然关门 投资购买并托管的黄金至今无法提取 此前曾在该店选择店员推荐的 无优预定项目投资金条产品 称购买金条后可以将金条存于店内 每年每50克返还1.25克黄金 此外 该金条可以随时取出或按当天金价折算现金 根据当时的宣传页 如果消费者选择无优预定 会在实时金价的基础上 仅增加6元每克一年期 并赠送所购金条重量2.5%的纯金赠品 利益受损消费者表示 截至2024年1月 粗略统计涉及黄金就达60公斤 商场工作人员表示 中国黄金北京概念店已在2023年12月撤店 并且店家连夜撤店 商场方也觉得很突然 同时建议消费者前往双井派出所报案 对此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4月1日晚间发布公告表示 公司及相关责任方将对北京富丽广场店权益受损消费者进行先行垫覆 权力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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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